直播呢今天要讨论的议题好多好多 今天要讨论的是不专心 你的小朋友有没有不专心呢 我刚才来捷运的路上还看到 有一个妈妈跟她的小朋友讲说 走路看前面不要不专心 连走路都不专心 吃饭也不专心 那学习呢也不专心 趁这个属下 一定要来好好的了解一下 专注力到底是受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所以专不专心 你的孩子专不专心来留言一下 你的小朋友专不专心 那你知道到底是不专心呢 还是呢过动呢 还是过敏呢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议题就是 其实过敏也会影响孩子的整个专注力学习 所以小心 孩子不专注的原因其实不单纯 可能是大脑的问题 或者是过敏的问题 我今天在准备这个议题的时候 查到一个很棒的一个paper 他发现过敏的小朋友 其实呢孩子的情绪会变成高敏感 那这就是我一直以来在讲的EQ的教育 就是说每家都说现在的孩子脾气很坏啊 很欢啊很如啊 然后到了小学了以后还是一样啊 其实跟过敏有关耶 所以这个议题呢 我们今天就是要请到达人来跟大家呢 来聊聊看说 诶 怎么办 有研究发现过敏跟孩子的情绪高敏感是有关系的 所以脾气不好跟他的体质跟他的过敏是有关的 那现在的过敏的比例呢 大家猜猜看现在有多少 其实高达快要二分之一了 这么高 那有这么多的过敏额 那看起来跟脾气不好是脱不了关系 那怎么办呢 体质能不能调整 你有没有想要问免疫力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要问过敏的问题 你有没有想要问学习力的问题跟专注力的问题呢 有的爸爸妈妈今天赶快上来留言 我们今天呢 等一下会在影片里面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你答对了 我们明天呢 要送出五盒 我们还是谢谢健康力 来支持 一直一路来一直在支持我们的教育直播 那我们明天要送出五盒价值2200 五盒价值2200 的益生剧给大家 好 1500位爸爸妈妈妈咯 哈啰 有看到你们 Mandy 八岁了 专注力还是不集中 是不是 Claire 你说过敏是体质过敏还是什么 还有今天有人问说 到底是不是遗传 有没有遗传 宋文琦 看到你了 晚安 好 来 还有妈妈说 真的有关 原来真的有关 我的孩子一直 哈啾哈啾哈啾 跟他的脾气不好 原来是有关 Angelo 你说吃饭不专心 是不是呢 好 孩子的过敏 抵抗力差 我今天也要教大家怎么样培养抵抗力 我们今天要请到等一下一位很有名的医师来教大家怎么样培养孩子的抵抗力 调整他们的体质 已经1600了 好 王林子你说总算跟上了 好 有妈妈说 什么是过敏 过敏 哈啾哈啾也算 一直在揉眼睛也算 然后呢 一直在抓皮肤等等 这都是过敏 我们等一下请到医师来跟我们讲 好不好 旁边的女儿正在鼻塞过敏中 来 妈妈我问你哦 那个鼻塞过敏的 你有没有发现 他不舒服的时候特别欢 特别卤 特别难搞 有没有 你回答我 你回答我 我家我的老大也是蛮严重的过敏 我自己也是过敏儿 所以 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觉得说 是我们把体质整个遗传给他们的 对呀 因为父母两个都是过敏 好 来 那 那戴慧萍你说你的女儿看东西 学东西都是三分钟热度 好 来 综艺师妈妈你说多大的宝宝是适合吃 其实都可以吃啊 都可以吃 好 我等一下会在影片下方贴益生菌的那个连结 你可以进去看看介绍 你可以进去看看介绍 好 林玉昕 哈啰有看到你了 你说过敏儿的情绪真的很差 有没有呢 1900位爸爸妈妈 过敏儿的情绪有没有很差 过敏儿的情绪有没有很差 真的 孩子的抵抗力很差 然后会叶咳过敏 可不可以治疗好呢 我等一下就请到民医来帮你解答 你现在有任何问题 你赶快丢出来哦 好 黄舅舅妈妈你说有黑眼圈 十个月就有 好 我认为跟过敏可能有关系 好 我儿子上幼儿园就一直感冒 都没有好 就免疫力啊 感冒一定是难免的 但是免疫力这件事情是可以增加的 是可以调整的 好 好 那有妈妈说她的儿子六岁没有专注力 好 然后刚生完了以后体质改变 鼻子就开始过敏了 好 那每一天都吃 然后也不长肉 然后有时候吃饭的时候还会分心 你家是怎么分心啊 好 我家的是因为过敏会分心 我家是因为过敏呢 情绪会变得很不好 所以呢 今天查到这一个paper 发现过敏竟然会让孩子变成情绪高敏感 我们前面一直在讲高敏感孩子 高敏感孩子 原来跟他的体质有关 原来跟他的过敏有关 原来跟他的这些东西是 我就通通都讲 然后呢 今天的导播 你稍微稍微看一下 如果今天 那个 妈妈们有提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好 还有说过敏揉鼻子会揉到鼻子流血 好 会会流鼻血 是不是都这样 2000位爸爸妈妈了 你想不想知道过敏要怎么样处理呢 你想不想知道过敏跟专注力有什么关系呢 你想不想知道过敏跟学习力有什么关系呢 今天来留言 我等一下会问各位一个问题 明天下午5点之前 我就抽出5盒健康力 好 国家双认证这么好的益生菌 5盒哦 价值1万块以上的这样子好礼要送给大家 好不好 好 我今天呢要请到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医师 然后 他处理过敏非常有经验 你在媒体上面可以常常看到他 我们真的 家里面有小朋友真的很需要良医 我认为良医比明医还要更重要 我们欢迎姚伟明医师 姚伟明医师 谢谢你 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 姚医师 百忙之中到我们这边来 对呀 为了就是要解决我们粉丝团 这么多妈妈们在问孩子的过敏议题 是 现在这个社会 环境也差 压力又大 对 然后食安问题 营养状况也差 对 所以我们的过敏人口不断的在上升 啊 怎么办哪 那姚医师 不难 还有方法可以 有方法 有方法 我刚才讲比例对不对 有将近二分之一的 快要二分之一的想象是过敏的 而且我们要知道 过敏的体质 虽然是来自遗传 但是 所有过敏的人 他有三分之一会终生 另外有三分之二 你控制得好 他过了青少年期以后 就不会再持续 那我们希望我们是那三分之一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学方法 那我们整理了很多很多 妈妈要问姚医师的一些问题 像第一个问题 来姚医师 我们有牌子 有圈叉牌 第一个问题 妈妈有问说 孩子不专心 到底是因为过敏 还是大脑学习力差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过敏呢 可不可能 非常有可能是过敏 你看 我们刚才就讲了 非常有可能 因为我们基本上 小孩子大部分都还蛮健康的 但是过敏会干扰到他的学习 让他的脑力专注力 全部受到影响 脑神经的功能变差 情绪变差 睡眠变差 所以我们认为 这一第一题是肯定的 OK 我们常常在考试的时候 像以前我就是个过敏儿 对呀 被干扰 真的 然后我记得我在联考的时候 把整张考卷打到鼻涕都湿了 哇 这么严重 对呀 然后所以我一直 我那个时候一直回想说 过敏一直 我根本就没有办法控制我的过敏 然后过敏一来的时候 我就记不住东西 会影响到记忆力啊 学习力啊 对呀 对对对 所以真的有关系耶 非常有关系 跟过敏是有关系的 对 那跟大脑学习力 有没有关系 这一点 部分的有啦 但是过敏的影响因素 比较大 OKOK好 那这个大脑学习力 我其实之前也都有讲过了 有时候有些孩子的听觉专注力不好 然后有些孩子的整个发展是比较 比较比较慢的 有可能有影响到 好 这第一题哦 好再来 第二题我们也要问姚医师一个问题 过敏儿的免疫力真的比较差吗 绝对会比较差 容易感染 容易生病 容易疲倦 对呀 所以我们要好好去处理过敏的问题 真的 有妈妈说一出门就开始打喷地 你一定要处理过敏的问题 不然他终身的免疫力就会比较差 对会被拖累掉 所以如果这一题是成立的 成立 那他本身是过敏儿 没有处理好 对 他去幼儿园里面 不是更容易受到感染吗 是啊 因为外面的维生物非常多 当你自己的防御率不好的时候 你的免疫细胞全部都去做过敏发炎的事情 不能够抵抗外来的维生物 那当然感染机会就增加了 哦原来是这样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都怪学校 好像还没有送上学之前 可能就要对他的体质去做一些调整 对 他才有办法抵抗外面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打造一个无菌室啊 不可能 不可能啊 但是我们自己的健康 如果提升到一个好的程度的话 外面的环境虽然差 我们也比较不会生病 对对对对 那我问姚一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问题 好啊 很多的父母是这样 孩子一出去的时候 这个不要碰那个很脏哦 啊这个不要碰哦 啊那个不要摸 摸完了以后 他疯狂的一直在插一直在喷 你觉得这种状况是对的吗 我们有时候也看到天气稍微冷一点 就把小孩子包得紧紧的 真的 真怕说外面任何一点温度的影响 其实哦 我们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如果你的体质 或者是你的健康的条件够好 嗯 基本上接触这些环境的变化因素是应该的 对 这是一种磨练 也是一种适应 对 如果说你太保护的话 不要太保护 对基本上 这个树木 这个小朋友 他的生长就 没有那么好的机会去训练他 OK 是很可惜的事情 真的 所以这是专业的医师说的哦 所以要让孩子去碰 当然你也不可能让他去碰很脏的那样的一个东西 危险的 或是不安全 不卫生的 我们都可以禁止 可是一般的日常生活 还是要让孩子有个自由空间 嗯 我们之前有提到说 英国就有一个研究 就发现说 常常碰泥巴跟沙的孩子 其实他长大之后免疫力是比较好 是 所以这些微生物 其实有些也是有注意的 跟有利的 对 只是大家如果保护过度的时候 他有朝一日碰到的时候 对 他会反应不及 他可能完全没有准备 对 他可能受损的情况更严重 对 好 OK 那有妈妈问说 如果早上起来的时候都一直打喷嚏的话 要怎么样做环境控制 其实环境里面第一个是湿度 对 第二个是他的那个空气的品质 嗯 还有你床备单寝室里面的城蛮的这些量 嗯 这些都可以在清洁工作里面做好 OK 那针对当事人小朋友的话 你可以马上建议他先戴一下口罩 戴口罩 保护鼻腔的口罌 对 戴口罩 戴个半个小时他温度够了 他基本上跟外界隔绝一段时间 就不会反应那么剧烈 嗯 OK 这个很好 但是我从我这个角度来 来跟大家沟通一下 有些孩子就是不喜欢戴口罩 对 因为他会觉得说有异物感 然后不舒服 或者说什么 我常常是这样啦 我自己家我儿子是这样做啦 他们的口罩 我还是会让他们挑他们喜欢的 这是一个啦 对 那如果 如果你想要去 像姚医师刚才讲的 让他增加一下温度 不要让他这么的敏感 因为他本来可能就是敏感性的体质 对啊 那 那个口罩 你可能也不用挑到 一定要怎么样 多好 或者说是怎么样的 其实只是一个保护温度啦 其实只是一个保护温度啦 并不是说要跟外界空气隔绝 对 像有的口罩做的整个口鼻的复合度非常舒适啦 对 甚至上面还有卡通涂在 就是这个 这个让小朋友觉得说 接受这个口罩是另外一种享受的感觉 对 他就愿意了 那你甚至可以在孩子的那个口罩 让他自己去黏他喜欢的那个贴纸 在旁边啊 这个我觉得都OK 只要是要让他增加这个温度这样子就好 所以 或许你有一些方法 可以增加 让孩子可以戴口罩的那个机会 可以有意愿去用它 对 那有妈妈问哦 你们今天要尽量问哦 今天叫做议诊哦 你今天不问的话 你就没机会了 这个是 他的门诊是排不到的哦 在信义区哦 这个是一个对大家的一个 这个分享经验 真的 在专业上有的时候 我们没有时间 在门诊很忙 没有时间去回答很多问题 对 这些问题非常的重要 没错 没错 那妈妈有问说 为什么每次打完喷嚏以后 就会流鼻血 那个就是你打喷嚏是用力的一个情况 你的血管刚好很脆弱 就有可能在弱点的地方 破裂形成流鼻血的状况 OK好 所以要请小朋友 可能小力一点点 对 也不能很用力的去醒鼻涕 对 也不能很用力的去抠啊 或者说拿卫生纸去搓啊 等等 其实我常看到很多家长 会拿卫生纸这样 用力擦这样子 也不太对 有时候会受伤 对 也会受伤 好 那我们就进到下一题了 好 过敏这件事情 是 到底会不会造成 过动 很多 现在过动的议题其实是很多 对 根据双北的统计的话 过动症现在有5%到8% 这么多 过敏到底会不会有可能跟过动有相关呢 姚医师 这个是有相关的 哎呦 因为我们过敏讲白一点 它就是一种非感染性的发炎 对 发炎本身会影响我们神经的细胞 神经细胞的功能其中有一个就是 专注力跟控制你的行动力 嗯 那如果说你神经细胞受到干扰影响 功能衰弱了 你的控制力不好 就有可能会变成过动啊 对 OK 神经敏感度会提高 对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OK 那我稍微补充一下我的观察 我们在临床上面的观察 过敏额是这样子 因为它其实是在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 对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呢 它会躁动 它想要处理它的过敏 不管是来自鼻子还是皮肤还是哪里 对 还是眼睛等等的 结果呢 它在 该静态活动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躁动的那样子一个现象 对它没有办法静下来 对它没有办法静下来 身上好像着了火似的 是 教它的人包括学校里面的老师 幼儿园里面的老师 家长看到了以后就觉得 你怎么像个毛毛虫啊 对 结果拼命的想要叫孩子说 抑制他 你可以不要动啊你 对 真的很奇怪耶 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呢 人家都可以专心 你都不能专心 我们本末倒置 对 就好像你身上突然受到一个刺激 就好像有一个热力突然影响到你 对 那如果这个热力的原因没有拿走 对 你当然会受到它一直影响 你就一直坐立不安嘛 对 那小朋友过敏发炎就是这样 所以 要正本清源处理真正的问题 真的 它才能静得下来 所以要处理过敏 对 那刚刚有妈妈就直接问了说 那个姚医师 是 请问益生菌到底有没有用 有用 有用 好的益生菌绝对有用 好的益生菌绝对有用 我等一下再来问大家 你有没有挑对益生菌呢 我等一下给你 这个也很重要 什么叫做優良益生菌 所以你看 医师讲了 过敏专科的医师讲说 有用 益生菌绝对是有用的 来 刚刚有妈妈还问什么问题 过敏跟感冒怎么分 对 很简单 如果你是整天任何时间都有症状的 这个感冒的机会比较大 过敏是有时间性的 比如说在夜间清晨 它也有地方性的 在某些环境特别容易发作 嗯 离开了那个环境差异就很大 就是说床 对 你的工作间 你的寝室 你的游戏间 一进去 症状就出来了 离开了 症状就缓和了 有地方性 然后有时间性 它不会整天都平均发作 它一定有特殊的时间性 所以病毒感染的话 它比较有可能是整天的 它不会取悲时间 它就整天都有症状 反正就是不舒服啦 对 对啊 而且呢 过敏常常会持续好几周 嗯 那感冒很少超过一个礼拜 OK 就是可以控制的下来 对 时间比较短暂 但过敏它就是跟环境 跟环境 跟个人的体质 免疫力都有关系 那 那其实我之前看过一个英国的医学研究 对 它的说法我觉得蛮有趣 嗯 它认为过敏是我们生物体在保护自己 那姚医师怎么看 过敏的其实来源就是免疫在作用 对 我们身体的免疫力有四个大作用 嗯 比如说我们会看外来的微生物 对 我们会处理过敏的问题 我们会治疗处理癌症的问题 嗯 然后呢 我们会失常的时候会伤害自己 形成自体免疫 像肋风湿性关节炎 对 所以我们怎么比方这个免疫力呢 免疫力就好像我们社会的警察 嗯 警察它有一个功能叫做 偵测 嗯 就像我们的警报系统 如果发生哪里有火灾了 我们的那个烟 烟雾感测器 就会alarm 就会警告 所以过敏事实上 就在警告这个当事人 你身体有在发炎 有过敏源在刺激你 对 你要赶快去处理 提醒你 对 它是一个提醒的作用 对 当你一直不理它 它一直在警报器发作 就有可能困扰到你 OK 就伤害你的身体 对 它是一个警告你的作用 对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 一定还是控制它 一定还是去找出这个分明 对 避免它的频率还有严重度 对 好 OK 那有妈妈也 Emily 你有问说 厨师机空气吸气器 每天都不行得开啊 是 过敏还是很严重啊 怎么会这样子 好很简单 我们过敏分 当事人的内在因素 还有环境的外在因素 内外都要兼顾 哦 内外都要兼顾 你不能说小朋友熬夜 营养偏差 乱吃东西 然后在一个正常的环境 就不过敏 其实呢 这个当事人本身的免疫力不好 对 它在正常的环境 也是一样 这是内 对 这就是医师说的内 内在的因素 对 外在因素大家都控制好了啊 对 外在因素假定你处理得很干净 可是你的内在因素差 你还是会受到过敏源的影响 OKOK 好 那刚才有妈妈问说 益生菌几岁可以开始吃 要持续的吃吗 还是吃到症状没有了就好了 益生菌不是要 它是辅助你 让你身体的免疫系统更正常 肠胃更健康 嗯 所以我们会建议说 原则上都是一岁以上的小朋友 对 我们才开始给他 对 比较合理的益生菌 那益生菌基本上 最好是在 学校差不多12岁以前 是 这个过敏的高峰期呢 我们是建议可以 长期的使用 对 那短期起码也要用三个月 是 当你的体质很稳定了 或者是你的环境都改善得很好了 才可以考虑说暂时停用 那原则上你长期使用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的益生菌是好的益生菌 所以你对身体没有妨碍的就可以了 既然姚医师说到好的益生菌 来检测一下 你家的益生菌 可能家家户户都有益生菌 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买过 或者是现在正在使用 你家里面到底是不是 优良益生菌呢 来来来 这三个特色 优良益生菌的三个特色 你家有没有 第一个特色就是耐胃酸 可以直接到达孩子的肠胃道 姚医师难道有没有办法经过胃酸的吗 有哦 有的益生菌说 它含量非常大 几百亿个 对 事实上它就是用人海战术 我经过胃酸消失了很多 经过胆炎又被破坏了很多 真正到肠胃的数量就很少 哇 这样没猜 那有的是包在胶囊里的 希望说经由胶囊的保护 躲过胃酸的攻击 好的益生菌它根本不需要 它的粉状就直接可以通过胃酸胆炎 OKOK 好这很重要 那第二个专利菌株 对 什么叫专利菌株 益生菌有菌株的区分 就好像我们人有身份证号码一样 好的菌株它才能发挥免疫调节 跟肠胃保护的效果 那专利菌株其实针对免疫调节 一定要有得到健字号专利的 它的效果才是明确的 所以刚才姚医师讲的 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三个特色 健食字号的国家认证 对 那这就是国家挂保险 对 拿到这个健字号 一定要通过一些考验 包括安全度 还有对身体的效能 所以这个健字号拿到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 那几岁可以开始吃 我觉得一岁以上就可以开始了 OK 好 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 健康力做的蛮好的 其实是另外 那是我补充的 那我不是相对的专业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它冷藏 它可以冷藏运送 我觉得很多益生菌 你都没有低温运送的话 不是都死光光的吗 运送的过程中间 其实就有一个安全品质的问题 对 如果你整个全程冷藏 然后你到家里 你即使是放在室温 它的效度还是不错的 那你要存放的更久 当然就要再放在冷藏的空间里面 所以我们基本上如果说你今天是这个月可以用完的 你室温使用是不会影响到它的效果 但是你下个月或以后要用的 你还是先冷藏 哇 这真是学到好多好多的知识 所以今天要问大家的问题 我不是刚才有讲吗 我在影片下方说 要问你的问题就在影片中 我今天就要问各位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来建立正确的一个观念 跟正确的健康知识的 优良的益生菌 不要你去乱买 它的三个特色到底是什么呢 你只要讲出任何一个特色的话 明天下午五点之前 我们就抽出五盒 价值2200块的优良益生菌 健康利给各位 这样好不好呢 再问一次问题 优良益生菌的三个特色是什么呢 你自己现在也可以拿出你自己买的益生菌 或你想买的益生菌 你开始比较 有没有这些特色 再加上我刚才讲的它的配送 配送很重要 配送很重要 它是不是低温呢 那这些东西如果知道的话 其实就不会浪费很多很多的钱 对不对 然后有效 对 我自己在临床上用的这个健康利的益生菌 帮助了很多患者 包括残人 包括儿童 包括老年人 真的很好 包括肠胃道的问题 包括免疫力失衡的问题 那其实呢 这个产品除了益生菌 有四个菌株以外呢 那它有特色 还有就是 它有两个菌株啊 一个是在大肠附着力很高 一个是小肠附着力很高 所以它在大肠小肠都有附着力 那这个菌在分布在大肠小肠全肠都有的话 跟一般的益生菌就不一样了 另外它里面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叫做膳食纤维 可以帮助肠道正常的排便 事实上来讲 它里面还有益生菌需要的益生源 就是益生菌要吃的这些多糖体 那这样子的话益生菌才能够养得久 养得多 一定有很多的小朋友有便秘的问题 所以益生菌是辅助 我们当然不提到治疗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可以辅助体质 这件事情很重要 有时候很多妈妈都没有办法解决 好 你们跟到最后 我就一定要给你们最好的一个方法 大家今天问的最多的 提高免疫力 因为你提高免疫力了以后 它不会过敏 它比较少生病 它专注力好 它的学习力好 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个才是治本啊 有没有什么科学育儿法 今天姚医师要来之前 我们就跟他聊了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绝对不会随便给一些资料而已 我们整理出来五点 这个板子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 你一定要让大家知道 第一点就是最新的营养 有什么发现 竟然营养可以提高孩子的免疫力 姚医师 好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做趋吉避凶的这个概念 趋吉避凶 任何的健康行为作息 一定要除害 然后心力 比如说你吃东西 你是不是不能吃有毒害的东西 对 然后要吃有用的东西 那营养里面最有用 对免疫力最有用的就是 维生素 矿物质 对对 胺基酸 不饱和脂肪酸 油脂类的 还有水分 还有纤维 对 这些全部都是均衡营养必备的 那你不要吃太多加工食品 对 不要吃太多饮料 或过甜的 真的 水果跟油炸的 这个我们都在讲 淀粉类的 这个我就要涂一下苦水了 好吃的东西 往往都不能多吃了 真的 我们之前一直在提说 小朋友真的不要吃太甜 甜食可以给 我们并没有说完全防守跟禁止他 对 我们有发现 神经的敏感度 高的这些儿童 或者是这些患者 他本身有一些发炎反应 当他吃了甜食以后 更会诱发到这种发炎反应 对 他的敏感度 他本身就有这个体质 对 如果你的甜食不控制的话 除了热量代谢的问题 你对于过敏发炎 会等于说是火上加炎 对 那之前就是有一些网友就留言 因为我们一直在味教这个东西 有些网友就留言说 现在小朋友好可怜 连糖果都不能吃 连巧克力都不能吃 连果汁都不能喝 各位啊乡亲啊 我们的意思不是那样 对 我们要吃新鲜有益健康的食物 对 像果汁我常常就在跟各位提醒 你可以吃水果 都比果汁好 有意思你说对不对 因为水果有完整的营养在里面 对啊 果汁就是热量很高 甚至有的它有添加物 对对对 好今天终于平反了一下 我们在网路上面的文章 真的是很有用 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好不好 好再来第二个 规律的运动才增加免疫力 看好哦 看好哦 非常重要 规律运动 不是运动哦 大家我如果今天提运动的话 那就没什么好提了 规律运动哦 来姚医师 什么叫规律运动 规律还有持续 持续 要持续的每天 然后你要规则性的 达到一个运动量 你身体的循环代谢免疫 全部都会提升 那大概要多少量 多少时间 一般来讲我们认为说每天有30分钟 中等强度的运动 中等强度 比如说你快走 稍微的流汗 对 这个是可以的 那孩子就是玩游戏嘛 对对对 走走玩玩游戏 让他们走 不要都吃饱饭都坐在那里不动 真的很多小朋友真的就是这样 然后再加上现在3C很 对大家都只动手 动口 动眼 动脚 是啊 所以运动每一天至少30分钟 每周就是5次要持续啊 对 要有持续性 不能说我这个月有下一月就停顿了 就没有用了 真的 所以跟孩子玩玩游戏 然后每一天呢 他在学校里面 应该要有一些大的肢体动作 对 要稍微流汗 对对 流汗的这些活动 晒太阳也是很重要的 对 那维生素D3就是靠阳光的曝晒以后 我们身体自己才能转运 对对 好 这个叫做规律跟持续的运动 那第三个呢 早点睡觉可以增加 这个非常重要 重要 我们身体就像一颗生物电池 对 你要充电 就是要营养跟睡眠 嗯 那你要效能化 就是要运动 对 所以事实上你的手机电池能不充电吗 对啊 可是他们家的小朋友都不睡觉 讨厌 透支 电池就容易提早老化 就容易当机 对 也有一些小朋友是玩过头了 对 比如说睡觉前玩过嗨的游戏 就变成说脑部没有办法放松 真的 然后就睡不着 结果又过了那个黄金的顺利时间 对啊 我之前我也讲过我自己的那个例子 我在医学院的时候 然后因为我们都要熬夜 有时候隔天要考接剖学 还是什么的 都熬夜到两三点 然后结果有一阵子就一直在发烧 然后我就去看一个诊所的老医师 然后呢 我想说 老医师也没有开什么神奇的药 那可能是过气的 结果他跟我讲说 你知道对你最好的一帖药是什么吗 你早点睡觉 是 我们发现 有的时候在诊间问患者说 你一个礼拜七天 十二点以前睡觉有几天 很多人都答不到三点 真的 我说我在家里 回到家十点了 你看今天 我摸梭摸摸 我又想看看电视 製作人在偷笑 结果都弄到一两点 我说 你有事情就早一点起来做 你要摸梭到十二点都不睡觉 我们的大脑 是任时间有一个生理时钟的 那个时间没有充电 不带你的免疫力不好 你甚至连 脂肪代谢不好 发胖 连生长激素也不会出来 有天要对 长不高 对啊 那学习能力更不用讲 对 我们今天在讨论专注力跟学习力 就因为这个东西下降 所以早早睡觉 好处多多 对 跟孩子一起睡觉熄灯 有些妈妈说 我要熬我的自由 或者说什么 那你偶尔不要常常 你每一天 绝对每个礼拜 你不要超过一天 对 不然的话那真的是 对 伤身又没有健康条件 真的 那第四个 脾气不好 会常生病 是 所以我们说不要动怒 不要让自己 属于一个 焦虑 动怒的情绪之下 OK 情绪会影响我们的免疫力 这个是有根据的 我们的肾上腺 内分泌 还有免疫力 全部都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那孩子有些 我们要回来问孩子的问题 孩子有的时候 他可能很爱哭 白天很暴怒 现在小朋友很多都是这样子 情绪起伏很大 对 对 那这群小朋友我们的观察好像比较容易生病 是 因为他的情绪起伏大 他的身体的这个内分泌免疫系统就容易混乱 嗯 那等于说本钱很容易就被消耗掉 OK 所以情绪教育是不是很重要呢 好来 最后一个就是 就是刚才姚医师讲的最重要的 对 内外在的防护 对 你环境要处理好 然后你注意自己身体的免疫力的提升 对 那如果说你要做自己多一点保护的话 你用预生菌做一个辅助的方法也是不错 真的 所以 益生菌也是一种防护的一种 一种方法 好 来 所以呢 今天呢 只要回答我刚刚板子里面的那一个三个问题 优良益生菌的三个特色 是哪三个呢 你只要写出任何一个 或你要写出三个都可以 然后呢 明天下午五点 我们就会抽出五盒 我们谢谢健康力来支持我们的教育的直播 他们一直是王王者教育育儿宝典的好朋友 五盒哦 价值一万亿以上的益生菌 明天要送给大家 就是这三个特色 那最后我补充一个问题 有些妈妈也在网路上面问我 好 可是我不是专科医师 我们只好来问姚医师 小朋友眼睛一直眨 这到底是妥瑞症 还是过敏呢 我们趁这一集把它讲清楚 如果他有其他过敏的症状 又在眨眼睛 极有可能是过敏 因为他会不舒服 他要经由眼睛的眨洞 来放松 来改善这种感觉 那妥瑞症基本上 诊断医学上是非常专业 有很多要点 你要符合要点 比如说 你要有一年以上的这种情况 那在18岁以前 或者是肌肉跟发出声音的这种状况 都要符合 那才是一种诊断 可是 有很多医师一直认为 妥瑞症的神经过敏 神经敏感性太高 跟过敏是有息息相关的 你把过敏处理好 很多妥瑞症的症状就缓和下来了 真的 这一集真的非常非常好 为什么 因为我一直在怀疑 情绪跟这些发展的 这些 神经系统 对 发炎了 其实都是大脑在掌管 那大脑一旦发炎的时候 可能就会有不自主的抽动 对 或者各种的状况 等等的 情绪啊 活动啊 思考啊 或认知啊 全部都受到影响 这太重要了 谢谢姚医师来 今天 优良益生菌的三个特色 你只要讲出任何一个 我明天下午五点的时候 就抽出健康力 在我的 这个影片的下方 有健康力的连结 你可以进去看看 这支产品 你自己有益生菌 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欢迎 可是呢 他有没有优良益生菌的特色 如果有的话 刚才姚医师说的 对你的孩子的保护力 是绝对足够的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参考看看别的产品 因为我们花同样的钱 我们就希望说 让孩子得到最好的保护啊 其实我也希望各位家长 要以身作则 小朋友跟你 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之下 你的营养 你的运动 你的睡眠 你不能说小朋友 你去运动 然后你自己都不运动 小朋友要他吃健康的 结果你再吃一些加工的 所以自己要以身作则 带动全家的健康 身教 对 谢谢姚医师来 我们这一集 非常非常实用 一定要记得 在明天 下午五点之前 来留言哦 我们会送大家好礼哦 我们也希望 未来有一天 还可以再 请到姚医师来 跟我们讲更多更多 非常乐意来这边 小儿 内科 有关的疾病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姚医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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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